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国产的动作戏剧片 快手枪手可枪手 故事发生在正处于抗战时期的1940年 日本人和汉奸鸡贼哥苟壳 妄图在南京建立一个类似于满洲的贵政府 并且已经都筹备的差不多了 就等着下个月在南京举行盛大的仪式 鸡贼哥在上面胡言乱语 散布着一些背叛祖宗宝伯的反动言论 兴高采烈的替自己挖着坟墓 忙活完之后 鸡贼哥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神秘的杀手出现 七里咔嚓就把鸡贼哥给杀了 然后提着鸡贼哥的公文包撒子聊 狗汉奸鸡贼哥的死 让日本人非常生气 这帮孙子急忙把731部队的司令官 山本禽兽调往南京 以便能让南京的庆典仪式如期举行 号称西北第一快手的小林是一个江湖骗 这哥们经常冒充中国第一快手 实活之后撞骗 而且徐中心还特强 唯恐天下人不知道有他这一号 每次做完案都得拍照留念 不过这一次他眼砸了 张科长抓了个现行 不过这小林也不是徒有虚名 一看大事不好 虚晃一招仨子就跑 这哥们刚藏到竹楼里 就被出来买菜的老藤给看见 小林说老家伙 你要是敢胡说八道我就弄死你 小林本以为能逃过一劫 可没想到竹楼里有蛇 这下可乱了套 小林在混乱中杀出一头血路 开着车就跑 可他没想到在半路上 被快枪手出出给截住了 小林这些年凭着脸蛋 可伤了不少无知少女的心 他以为面前的这个女人 也是其中的一位呢 被胖揍了一顿之后 小林的情绪明显稳定多了 原来之前跟小林玩牌的 官差张科长和快枪手出出是一伙的 出出说一个月前在边境地区 发现了一座元代的古墓 古墓被军阀基本懦夫炸开之后 大量的文物都奔动走了 其中包括一件极为珍贵的古墓 据说三天之后 基本懦夫会用这件国宝和日本人秘密交易 我们必须在他们交易之前 把国宝弄到手 小林答应的很爽不快 不过他有个条件 那就是事情办成之后 他必须和这件国宝合影 而且还得在全国各大报纸上 发布这张合影 这件四龙方尊 锁在基本懦夫的保险柜里 钥匙24小时 待在基本懦夫的身上 这天刚好是周末 基本懦夫到边境街市的洋行 找商人老徐谈声音 基本懦夫用飞机帮老徐走私 老徐则用洋行帮基本懦夫敛财 哥俩配合得十分默契 合作得非常愉快 这次和日本人交易 就是老徐签的线 趁着基本懦夫洗澡的时候 小林把基本懦夫保险柜上的钥匙给配搂 晚上小林到夜总会和基本懦夫赌钱 尽量拖延时间 初初则摸进了懦夫家 从保险柜里把四龙方尊给偷走了 得知初初成功之后 张科长变向谢毛杀驴 偷偷的告诉懦夫小林出了天 眼瞅着小林要被枪毙 老腾及时出现 成功地化解了懦夫的阴谋 要说这一招啊 跟周星驰在千王之王两千里的设计师 如出一辙 这个不是 这个也不是 如果中间还不是 你就是老千 这一张 不是 这一张 也不是 这一张 晚上初初正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时候 张科长突然拿枪顶在了他脑门上 原来这个张科长经不起金钱的诱惑 偷靠了日本人 眼瞅着初初要领盒犯 小林及时出现 并且还甩出了一颗烟火弹 等张科长回过神 初初和小林已经不见了 张科长带着手下急忙追远 小林拿着四龙方尊正得死的时候 一不留神脱了手 四龙方尊摔碎之后 从里面窜出来一颗大银张 小林和初初从楼上跳下来之后 刚好落在了老藤的马车上 看来这是小林和老藤之间商量好的 三天后 初初终于从浑水中醒了过来 老藤家里一共有两口人 除了老藤之外 还有他老婆金三娘 老藤说四龙方尊里那玩意儿是传国玉玺 秦始皇变六国之后 用和石壁做了一个玉玺 命里斯在上面刻写虫鸟转字 寿命于天既寿永长 成为后来历代王朝正统的象征 原来日本人想在伪政权庆典的仪式上 把传国玉玺给搬出来 这样似乎就显得更合情合理一些了 由于张科长带着玉玺已经坐火车走了三天了 所以如果想追的话 那必须坐飞机 目前拥有飞机的只有金文诺夫 偷飞机的过程虽然惊心动魄 但却有惊无险 老藤同志老季福利 迈开两条腿很快就追上了飞机了 老藤不打招呼就离家出走的行为 可把金三娘的轻害 这位大姐骑着玛琳的菜刀就追到了飞机场 虽然没追上 但无意中告诉了小玲一个秘密 原来老藤就是中国第一坏手师傅 由于飞行员被小玲踹下了飞机 因此目前的飞机基本上属于无人驾驶状态 初初虽然坐在飞行员的位置上 其实也不过是白白样子 因为她根本就不懂 为了在庆典仪式上烘托气氛 山本禽兽找了一帮孩子排练 其中一个女孩比较有鼓起 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唱 山本禽兽一怒之下 把女孩送到了鬼舞式的面前 虽然小玲等人追上了火车 但怎么才能安全降落 成了他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好在飞机皮操肉后 摔在地上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张科长带着玉玺在火车上 遇见了前来接应的日本特工 由于张科长坐地起下 被日本特工给杀了 初初小玲还有石佛上车之后 一看张科长死了 玉玺也没了 就知道这事越来越复杂了 为了找到抢玉玺的人 这三位开始在车厢里下雪 并且很快找到了日本特工 接下来是在车厢里的一场动作戏 双方为了抢玉玺都豁出去了 那个装玉玺的包也是飞来飞去 打的是鸡飞狗跳甭提多热闹 日本男特工首先被扔出了窗外 日本女特工随后也被老百姓们豁桌了 最终那个装玉玺的包 被老毛深算的石佛给抢走 三个人跳下火车 打开包一看全傻眼 原来刚才在火车上抢包的时候 装玉玺的包给老外的包搞混了 眼瞅着这二位要死在沙漠里 没想到居然被神龙见手不见尾的石佛给救了 两人在夕阳下聊天 这个时候我们才搞明白 原来开头那个叫鸡贼哥的罕奸 居然是被初出被杀了 更狗血的是 鸡贼哥居然还是初出的未婚夫 转过天三个人骑着马追上了火车 此时那位刚刚得了意外制裁的老外正在戳得色 声称要把玉玺带回美国 两个日本特工把事搬砸了 只好回去向山本亲手行罪 可没想到鬼武士出来 要说这鬼武士就是厉害 仅仅一招就把男特工给杀了 不过这位日本女特工会的挺多 纵然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 还企图以色强诱惑鬼武士 鬼武士说大妹子你省省吧 你看我这造型像是那种男人吗 小林初初和石佛跟着老外坐火车 一路来到了上海 不过要是想从那个美国人手里拿回玉玺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经过打听得知 这个老外很快就要坐船回美国 不过在临走前 会在船上举行一个 以传国玉玺为主题的告别晚宴 由于安保措施非常严密 想把玉玺搞到手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个人正商量的时候 金三娘拿着菜刀出现 这金三娘当年也是一位偷鸡摸狗的高手 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凑热的 这么刺激的事不让他参与 那他能答应 为了能混上船 几个人把正准备去美国的一件四合为绑架 接下来是他们精心设计的行动计划 首先把对门另外一个房间 和美国人的房间布置成一模一样 然后把门牌号再调换一下 接着利用偷鸡摸狗的手段和美人计 把负责运送玉玺的宴兵搞梦 让宴兵把玉玺送到布置好的房间 放在那个没有警报的玻璃罩里 晚上闲得没事 初初打算请小林去看电影 这二位一路下来已经产生了感情了 虽然不太明显 但的确是这么设计的 可没想到小林刚走到半路 就被一帮人给绑架了 抓他的不是别人 居然是那位在开头就被初初干掉的狗汉奸鸡贼 鸡贼哥说当时初初下不了手放了黑马 如果小林愿意把玉玺交给他 那么他不仅可以让小林出名成为中国第一块手 而且还可以把初初让给小林 初初在电影院门口等了半天不见小林 这心里是拔凉拔凉了 心想以解的姿色还能被放鸽子 这男人得有多缺心啊 晚宴开始 小林他们的行动也开始了 这是一场比较搞笑的戏 金三娘撩人的歌声把在场的人全搞不懂 小林则趁机调换了房间后 并且还把钥匙给换 然后金三娘出马顺利的拿到了钥匙 紧接着初初登场 风乳翘吞大长腿 看着搁几个不停的流口水 把宪兵们勾引走之后 小林进屋刚拿到玉玺 没想到一只跟踪他的军阀基本落伏出现 两人在搏斗中子弹穿过门板射进了美国人的房间 打碎了那个装有警报器的玻璃杖 瞬间是警铃打坐啊 船上很快就乱了套 为了扬名例外 为了得到初初 其实主要是为了得到初初 小林拿着玉玺来见鸡贼哥 初初一看不对劲 便一路跟踪着小林过来 这鸡贼哥也够鸡贼的 一看到初初 马上就开始往小林上泼脏水 然后向初初大献殷勤的 但是初初眼里可不如啥子 双风话不投机就动起了手 小林很快被打成了重伤 而初初也被鬼武士给抗奏了 接下来出现了一个反转 原来小林被打伤只是一个假象 那个跟随在鸡贼哥身边的日本人 居然是小林手下那个小弟利用一容术假扮的 至于怎么搞成这样的就不要太较真 反正小林是没事的 紧接着是小林和初初跟鬼武士的巅峰对决 鬼武士不仅厉害而且还扛揍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把这二位可揍的不轻啊 最后小林用血肉之躯 终于找到了鬼武士的本体 原来这个鬼武士不是别人 正是山本亲手这个老亲手 关于鸡贼哥的下场其实是这样 原来小林把一个假的玉玺送给了鸡贼哥 而且还在玉玺的里边装了一颗压发射地雷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做人必须有底线 无论如何别犯别 贪生怕死当汉奸 早晚必定的壳犯